玉里正公所客家文化馆新春首封艺文展览 是由三江连展油画素描摄影热闹开展了 展出包括了江昌宝、江炳奇、江秀奇三位艺人人士 他们的作品有50幅 呈现了视觉艺术油画素描和摄影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简单的开幕仪式 江昌宝、江炳奇以及江秀奇 分别在有画素描以及摄影艺术创作上 都有不俗表现的三位艺文人士 为玉里正客文馆今年开春第一个艺文展览活动 解开序幕 亲朋好友以及地方各界艺文人士 也纷纷到场祝贺现场热闹无比 三江出品,必属家里 三江出品,必属上里 三江出品,必属居民 退休后跟着花莲摄影协会同好 跋山涉水、披行载月、拍照摄影的江昌宝 除了是感谢妻子的权利支持 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连展 让社会大众都能看见滑脸之美 其实摄影是我退休以后 跟一些好朋友那些跟着学习 后来慢慢慢慢的感觉到摄影 对我各种新生上的雨夜感非常的好 曾多次参加连展的江炳奇 这一次第二度在课文馆办连展 展出自己喜爱的优化创作 跟大众分享绘画艺术的感动 就是喜欢的,我们就把它画下来 自己喜欢做什么,我们就把它画下来 然后呢,我们花脸的这个美景呢,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利用画笔啊,把它保留下来 江炳奇则以一张纸一支铅笔以简单的方式 描绘出地方小镇以及人物故事相当引人入圣 我觉得画画呢,可以移情养性 而且可以跟被画的对象呢,来分享作品 所以说呢,用这一个素描最简单的画画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我想应该是最简便的一个方式 三江连展、优化、素描、摄影展览 玉璃镇代理镇长詹秀聪和嘉宾们细细品味 赏西三位艺术创作家的作品 也肯定地方艺文人士对客文馆展览活动的支持 可以看到这些画作真的都是栩栩而生 功力深厚 那我们客家生活馆经常会展一些的画作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能够常常来 我们玉璃这边 常委是友好、好商、好水、好地方的玉璃 玉璃镇课文馆艺文活动展成已经排到明年 今年开春第一场连展 共50幅呈现出了油画、素描以及摄影视觉艺术 而为期一个月的展期期间 大家不妨也前来餐馆欣赏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